开汤下菜 什么是开汤下菜 有的朋友会说 老师是不是就是我们把菜焯一下 没错就是焯一下菜 但是焯一下菜它是有目的的 第一个我们开汤下菜 首先的方法是等我们水烧开以后 在我们开到水里边加一小勺盐 食用盐 它起了杀菌的作用 同时它也能保持你原有的蔬菜的颜色 仍然是那么鲜艳 再一点不要忘了 在我们的开水锅里 再滴两到三滴的食用油 它的目的是起着抗氧化的作用 当你把摘好了洗干净的菜 下到水里以后 迅速给它再捞出来 放在两个水里 那它的功能就能起到 消灭它的农药细菌 包括植酸草酸柔酸 这些对我们健康不利的因素 都能消灭掉 所以开汤下菜是很重要的 但是它也会有不需要感受的 我们有一个刺客 也会感到百分寓 前面做一个要求 优优优独播剧场 最后我们一起去